有绿色奥斯卡奖美誉的国际级生态影展 野望影展 今年迈入了第十年 精选了多部生态纪录片 正在全台公益播映 而其中六部元旦假期三天 是在花莲的多罗满文化馆首次的放映 每天两场次免费了入场 也欢迎民众趁着廉价前往欣赏 由非营利组织台湾野望自然传播学社 与英国Wireless Green影展合作的 国际级生态影展野望影展 有绿色奥斯卡奖美誉 今年迈入第十年 精选多部生态纪录片在全台公益播映 2021年元旦三天廉价 有六部在花莲经过多罗满文化馆免费放映 今年影展主题同样借由优质创新的生态纪录片 将生物多样性观点介绍给台湾观影者 多罗满赏金跟台湾野望协会 已经到目前已经配合将近五年的时间 台湾野望协会就是一直在将 把生态以及生态影展能够传递给下一代 希望更多的人认识台湾的生态的环境 以及认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因此台湾协会跟英国的野望 买了版权下来之后 多罗满赏金在冬天有空的时候 我们会去跑一些校园 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关于生态知识的方面 传递到下一代的人知道 除此之外今年我们开始在经过多罗马文化馆 也就是说地方文化馆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空间 我们把这样子的影展 就即将要放在这个地方 连续三天的假期 希望能够带给花莲的乡亲 有一个很好的选择 让他们来这个地方 来看一下国际级的生态影展 完全免费的部分 蓝色星球二 珊瑚礁 海洋深渊之光 超级蜂鸟 春野故事 地球奇迹一日 以及《欲见灰熊》等六部生态纪录片 期盼透过纪录片 换使民众的生态保护意识 努力与环境生态走向共生共荣的目标 下午2点 4点半各一场 片长约55至90分钟不等 群城免费 欢迎民众在气温冷冷的廉价前往欣赏 更多资讯可向多罗满赏金脸书粉丝专页查询 记得蒋邦彦华联士报导